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像素强度值 接着我们要就彩色影像的强度值 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一样 我们一开始举一个比较具体的比较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的投影片 的标题 我要比较的东西是 8位元的绘件影像 他的像素强度值的定义 还有24位元的彩色影像 他的像素强度值的定义 我想要比较的是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前面有讲过 我用一个二维的函数 f of xy 来表示一个灰界影像 而且如果x跟y 它们两个是明确的值 是明确的空间坐标的位置 它就代表 这张影像 在该点它的强度值 所以如果我们用 8个位元的记忆体空间 来储存一张 灰界影像 它里面的像素强度值 代表我想要做的是 量化的动作 我想要把最黑到最白的回阶层度 分成2的8次方 总共256个量化阶层 一样的道理 对彩色影像来讲 我可以用一个三维的函数 f of xy 来代表一个彩色影像 而且如果x跟y 它是明确的坐标位置 这样子的话 f of xy 它就代表这张影像 在该点的色彩强度值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灰界影像跟彩色影像的差异 相较于灰界影像 f of xy 彩色影像的表示法 我多了一个变数 i 所以我用f of xy 来代表一个彩色影像 前面两个变数 x跟y 是用来定义 某个明确的二维坐标位置 而第三个位置 的变数 i 则是用来定义三种颜色 RGB 也就是红色 绿色 蓝色 它们的色彩强度值 坦白说 我个人不喜欢把彩色影像 称作是一个三维函数 f of xy 因为三维函数 三度空间的东西 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吓人 我们还是习惯的是一个二维平面的东西 所以 我喜欢用水彩画的概念去理解 一张彩色影像 小时候 我最喜欢上的是画画课 在画水彩画的时候 我喜欢的是 其实是一开始我可以用调色盘 做调色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充满想象力的 我可以把两种以上的颜色的色料 我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后我可以看到新的颜色 所以我喜欢把彩色影像 想象成是三种颜料的组合 在不同的像素位置 这三种颜色 红色绿色蓝色 它们的比例不同 所以我可以用来创造更多不同的颜色 因此 对于一张24位元的彩色影像来讲 代表我想要对这三个色彩平面 RGB 红色绿色蓝色 分别做量化的动作 也就是说 24位元的记忆体空间 我用前面8个位元的记忆体空间 来储存红色 这个色彩平面 它的量化阶层 接着我再用中间这8个位元的记忆体空间 来储存绿色这个色彩平面 它的量化阶层 最后我用这24位元 最后面的8个位元的记忆体空间 来储存蓝色 这个色彩平面 它的量化阶层 所以对于红色绿色蓝色 这三个平面来讲 每一个平面 分别都有2的8次方 总共256个量化阶层 它代表在这个色彩平面里面 不同强度值的差异性 也就是说 第一个色彩平面叫做红色 于是我们把最不红到最红 分成256个量化强度去表示 这样子在某一张彩色影像里面 它的每一个像素值 我都去看看它 红色的程度 并且给予它 一个红色程度的强度值 以此类推 蓝色的色彩平面 跟绿色的色彩平面 不也分别给它蓝色的强度值 以及绿色的强度值 所以对彩色影像来讲 我们就是做这样子 三个色彩平面的动作 这里我再继续上一页的说明 彩色影像相较于灰界影像 它多了一个变数i 而这个变数i 它可以分别等于 RGB 红色绿色蓝色 这三种颜色 也就是说 一张彩色影像 它的色彩强度值 其实是由红色绿色蓝色 这三种颜色组合成 而红色绿色蓝色 这三个色彩平面 每个平面里面的色彩的差异 分别 分别被我们用 256个量化阶层来表示 因此 对于一张24位元的彩色影像来讲 这张彩色影像里面 每一个像素位置 它可以有256乘以256乘以256 也就是说 我们同时考虑红色绿色蓝色里面 不同色彩的选择 所以256乘以256乘以256 会等于 大约是1670万种 不同的色彩 这样子的不同的色彩 就是一张24位元的彩色影像 它所包含的色彩组合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开始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一张彩色影像 其实是由三个色彩平面组成的 就像这张图一样 当我们令I等于R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红色这个色彩平面 也就是说 F这个函数的值 它代表彩色影像 在坐标XY位置 它对应的红色的色彩强度值 那么当我们令I等于G的时候呢 我们在讨讨论红色这个色彩平面 也就是说 F这个函数的值 它代表的是这个彩色影像 在坐标XY位置 它对应的绿色的色彩强度值 最后当我们令I等于B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的是蓝色这个色彩平面 也就是说 F这个函数的值 它代表的是彩色影像 在坐标XY位置 它对应的蓝色的色彩强度值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彩色影像里面浑色的概念 现在让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彩色影像中 某一个像素位置 它对应的色彩值是 红色等于255 绿色等于0 蓝色等于255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输出的颜色 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前面讲过 我喜欢把彩色影像想象成是 RGB这三个色彩平面叠加在一起 这就好像是 我们在画水彩画的时候 我们在调色盘上 把这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用来调出新的颜色 所以我喜欢用混色的概念 来理解彩色影像的强度值 下面这张截图 一样是从我的电脑里面 结下来的截图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在使用微软的Word的文书处理 当你们在调整字体的色彩的时候 你们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方有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当中 它的色彩模式是RGB 三原色模式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24位元的彩色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 当红色等于255 绿色等于0 蓝色等于0的时候 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其实就是纯粹的红色 就是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右边这个小框框 它对应的颜色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中间这个例子 当红色等于0 绿色等于0 蓝色等于255的时候 它其实就代表的是 纯粹的蓝色 就像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最右边的这个小框框 它对应的颜色 最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红色跟蓝色 混合在一起的颜色 其实就是投影片的最右边这个例子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们可以买到一些小道具 比如说你们去买一些 红色的灯泡 跟蓝色的灯泡 那么当你们在一个室内空间里面 把红色灯泡 蓝色灯泡都打开的时候 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室内空间 它呈现的就是会像投影片最右边一样 这样子一个紫红色的光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色彩品质的设定 色彩品质 其实就跟色彩深度有关 在数位影像处理领域 或者是计算机图学 以及显示器等领域里面 我们会用色彩的深度 用色彩深度来表示一张影像中 每储存一个像素的颜色强度值 它所需要用到的位元数目 我们会用色彩深度来表示 每一个像素强度值 它所需要用的位元数目 所以我们会用位元除以像素 也就是说 我们在储存一张数位影像 我们所要用的总位元数 除以这张影像 它所包含的所有的像素个数 所以我们会用位元除以像素 来代表色彩深度 英文叫做bit per pixel Bpp 所以这个Bpp 它可以用来定义一张数位影像中 每个像素强度值 它的量化阶层数目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一个像素强度值的设定 设定为1Bpp 也就是一位元的影像 它就只有2的一次方总颜色 简单说每一个像素 它不是黑色 就是白色 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样子的一位元灰界影像 就是半色调影像 接着第二个例子 是8位元的影像 8Bpp的影像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灰界影像 它有2的8次方总颜色 所以我们把最黑到最白的灰界程度 分成256个量化阶层 代表不同的像素强度值 第三个例子是24位元的影像 24Bpp的影像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真彩设定的彩色影像 前面有讲过 它有分成2的24四方总颜色 大约是1670万种颜色 它的色彩 可以分成RGB 红色绿色蓝色这三种颜色 而每个颜色分别占8个位元 不过坦白说 人的肉眼我们的肉眼已经无法去辨识 这么多种 1600多万种的颜色 最后个例子就是一个 32位元的影像 32Bpp的影像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全彩设定的彩色影像 这也是我上一个段落给你们看过 我电脑里面荧幕的设定值 32位元代表的是有最高的色彩品质 同学们你们现在可能会好奇说 全彩设定比真彩设定 多了哪些颜色呢 从24位元进步到32位元 全彩设定的显示范围 会比真彩设定的显示范围 还多了一些特殊的颜色 比如说透明性等差别 好的 所以这个段落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理解 灰界影像跟彩色影像 它的强度值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针对 影像强度值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介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课程 谢谢大家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